这次主题可能不像前一集主题 那么明白 就比较宽泛 上一个 我们来结婚吧 我呢其实一直都想聊一个 婚姻啊结婚这个事 所以我就好多年来 看书啊什么 对这个就挺有兴趣的 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吧 而且有一些 大家的父母能 能产生笑点 所以就趁着这个主题 就赶紧把他剔 只会拒绝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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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 好意思咋说来说 不要这么激动 熟悉我的人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不是那么自愿 不是那么自愿 结婚这个事 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想明白 就突然有一天 两个人好的时间长 突然有一天 好像就要结婚 感觉被绑架了一样 父母就催你 我女朋友其实也是懵的 我问他为啥要结婚 不知道差不多就结婚 我特别怀疑 他是不是看上了我的内蒙户口 特别怀疑 我现在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因为我不想被强迫 不想被绑架 人不被绑架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不是反抗 不是报警 是顺从 你主动把自己绑起来 显得自己特别自由 你要捅我 我先捅自己三刀 人立于不败之地 最好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自己弄死 让对手非常的费气 所以我从小看这个僵尸电影 一点不害怕 你让他咬一口 你不就也是僵尸了吗 谁怕谁 对不对 就心理建设 所以我现在就在主动 想把这个事想通 我想想通 到底结婚有什么好处 我很快就想到一个 就是我终于可以讲 已婚的段子 就是你不结婚 女朋友 吐槽女朋友 显得特别小心眼 而且就容易分手 你结个婚 老婆 你听这词 老婆 就是又该吐槽的 对吧 而且能有什么后果 离婚 那不正好吗 而结婚啊 还有一种好处 就是可以让这个 已婚的男人 突然就自信起来 你们仔细观察 你也会发现 就是以前 公司来了新的 漂亮的女同事 你上去搭讪 单身的时候 上去搭讪 让人骂回来 非常尴尬 对吧 你结婚了 你就不好去搭讪了 你就会非常自信的 摸着自己的结婚戒指 看着这个女孩 哎 我要是没结婚就好了 其实你去了 还是会被人骂回来 对吧 但你不用再体会 这个尴尬了 结婚的人 就是给自己 多了一个平行宇宙 多了一种 永远无法检验的可能性 在那个 我要是没有结婚的宇宙里 每个已婚男人 拥有一切 除了自己的老婆 对吧 而且 当然大家也都见过 已婚男人啊 也知道 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物 是吧 也不太可能 就不去玩搭讪了 是吧 但是也有好处 你是已婚男人 去搭讪被拒绝 你怎么不气呢 不同意啊 不同意不同意吧 我有老婆 我有家庭 家庭 是我坚强的后盾 这个呢 当时啊 大鹏被留言拒绝以后啊 就是这么安慰自己 大鹏老师可能觉得 我在这讲婚姻 就不会吐槽你了 是吗 在我们节目 没有人是安全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像别克 新军卫一样 配备安吉星 安吉星 七大类 22小区 车被偷 都能找坏 是车主的强大助手 在我们节目 没有人是安全的 包括观众 一不小心 就得听一个广告 是吧 体谅一下 要结婚了 很缺钱的 体谅一下 这个结婚的坏处呢 就不用说了 结婚真的挺不靠谱的 我再调查了一下 大家都知道 这个结婚证 是要那个9块钱 都知道吧 但其实最近 很多城市已经免费了 朋友们 市场上一个东西 开始免费了 说明了什么 说明卖不出去 谢谢大家 我是李大 其实脱口秀的笑点 就是把生活里面的 一些发现 用好笑的方式 用喜剧的方式 表达出来 而这种表达 可能是很多人 不敢表达的内容 李大今天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把生活 说成了算了